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在南区办理社区亲子音乐会引起相当大的回响 也更坚定自己要继续推广音乐到各社区的决心 我想地方对于这些公园绿地的开辟都有很大的需求跟期待 那如果市政府有它的公有土地 而且已经征收完成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应该尽速开辟 那市议会其实已经多次的提案 希望能够赶快来开辟这些室友的公园 那这些大小朋友民众们都有个休闲娱乐的空间 那我觉得市政府应该要重视这样的事情 我想这是人民的期待 那也希望市政府能够赶快来完成 曾照国提到未来进入国会之后 也会持续推动音乐生活化 音乐教育培养等政策 不只是扩大音乐人口 也能透过更多社区演出机会 后制音乐跟相关演出产业 让台中的艺文气息更加浓厚 记者陈文旭台中采访报导